接下来是选手自我介绍 开始 大家好 我叫阿尔米莉 我今天能得这个冠军吧 我心里特别的激动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大姐 我的大姐夫 我的老公 金冠加多宝 还有 你干啥呢 你还 什么贊助商 你还没比赛呢 还没拿冠军呢 你发表什么获奖感言呢 对啊 我还没拿冠军呢 对啊 你还没得呢 对不起 我有点太自信了 不是 我有点太紧张了 太紧张 放松啊 阿尔米莉 现在是自我介绍时间 时长是60秒 开始 等一下 咦 干啥呢 我扣眼珠子了 等着了 哭了 各位皮贵老师 大家好 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我就失去了妈妈 停 咋的啦 说这什么玩意啊 你还没出生 你就失去妈妈 你从哪儿出来掉 我从一拉罐里 你耗出来掉 哎呀 太紧张了 再来一遍 对不起 各位皮贵老师 再来一遍 别瞎说 太紧张了 重新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吧 再来吧 各位皮贵老师 大家 行了行了 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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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什么顾问介绍啊 能不能心把我生出来呀 你站里憋会儿吧 什么主了呀 什么胡说八道嘛 这不是啊 爸 你能不能没事的时候 你看看电视啊 我看电视 电视里边选美不都这么整吗 这叫悲情牌 不懂你别瞎说 哎呀 二姑娘 可别悲情了 你这一悲情 把你爸悲情称鬼了 把你妈悲情出轨了 街坊女女都找不着鬼了 妈这一世的清白 让你全毁了 哎 哎 那个评委啊 说话要注意素质 妈 人家前日份 给我上了一功课 说人家到时候 把评委和观众都整哭了 能给我打高分 你也差 呀呀呀呀 我是让你打点悲情牌 说点感人的 你不能把咱爸 咱妈都说没了啊 我把你说没了啊 你别说我呀 你说点智商比较低的 比如说大姐不大姐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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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玩儿 把谁说没了呀 不是 我说 把谁说没了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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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问了 我告诉你啊 评委啊 不要有亲相亲的提示 对 对 对 明白不 加油 二鸣开始 好 各位评委老师 不管咋说 我都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这要从我的童年说起 那个时候 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 特别忙 哦 是我的姐姐 对我不离不弃 每天陪着我 虽然 她长得比我差远了 我差哪儿了 不说话 虽然 她颜值不高 智商不高 说啥呢你 别说话 虽然她颜值不高 智商也不高 但是 她却有一颗美丽的心灵 你说我啥的吧你呀 你看 脾气还不好 记得小的时候 我的姐姐 每次都骑着我爸的二八大自行车 送我去上学 她每次上自行车的时候 一片腿就把我踹下去 一片腿就把我踹下去 她自己还不知道 乐呵地骑着自行车就去学校了 结果我迟到了 第二天 我的姐姐想到了一座 不旧的措施 那就是 掏当事其法 掏着掏着 我们走在路上 就看见前边有一个臭水泡子 我的姐姐亲切地对我说 二迷 别害怕 把眼睛闭上啊 姐使点劲 我把眼睛睁开的那一个瞬间 我看见我的姐姐 就在臭水泡子的对面 推着自行车 正在四处地找我 我大喊了一声 姐 干啥呢 我哥这呢 我又迟到了 第三天 我对我的姐姐说 姐 这次咱别走那臭水泡子了呗 我姐说行啊 但是为了你的安全 姐还是把你放前面车框里吧 我说好的 于是我就坐在了车框里 骑着骑着 我突然发现 前面有一口井 我就说姐 小心点 前面有井 井 我说姐 一个急刹车 瞬间 我就从车框里射到了井里 我就觉得 以迅雷骨鸡掩耳盗铃的速度 弄身一跃 跳进了井里 把你揪上来了 把井给盖上了 参赛选手 别瞎死我 这可不是瞎死我 我做这 多亏我跟你妈及时赶到 把大米一人一条腿 愣给拔出来了 你也真行 你自己爬出来不就完了吗 废话 我自己能爬出来呀 这不卡住了吗 行了行了行了 他回去了 他回去了 谢谢大家 好